现在是中国进入一个后邓小平时代 那邓小平后是 后邓小平时代 大家本来是认为 后邓小平时代是会变成一个 政治上是稍微放开一点的 但是没想到政治又回去了 那么邓小平这个政策呢 我记得中国当时中国人有人说一句顺口 比如说邓小平的思想 邓小平理念就是 叫什么呢 就是一块石头两只猫 三条鱼四只鸡 一块石头就是一块 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找不到方向 两只猫就黑猫白猫 凡是有利 抓住老鼠的 对对对 这个实用主义 这个三条鱼是邓小平九二南巡 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就是凡是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 凡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 凡是提高有利于 这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 这三个有利于 我们都支持 这个就是让那时候改革迈不开步子 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 结果大家就拿这个 其实某种意思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凡是有利于 这个东西的话 变成了后来经济发展 拿这个大家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是关于性设性资的问题 都可以不问了 这是这三条鱼 那四只鸡 就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马克斯利宁主义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等于说他先犯了三个实用主义的政策之后 最后拿一个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给你罩起来 有个鸟笼子 对有个鸟笼子 但是说当时说 这个四只鸡 四个基本原则 他是邓小平时代是 完全七十以四 是名存十无的 大家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是没有威望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是没有方向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是没有对象 坚持马克斯利宁主义 是没有信仰 就是说基本上是 其实大家是随一随便干的 但是没想到 习近平上台以后 把这四个 四项金本原则 重新拾起来了 而去回头 把两只猫三条鱼杀掉了 所以说 这一下子整个中国 我觉得整个中国企业 自己他想转型 其实我觉得 如果交给市场的话 这些经营者 他们是通过自己的思考 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有很多转型的道路的 但是他政治完全给你控制起来的话 这些企业全动不了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这种问题的话 要跟日本台湾 日本台湾的话 都是慢慢最后市场 慢慢给调整出来 但是中国的话 我觉得这个 因为政治的独裁 后邓小平时代 再次进入独裁时代的话 会使整个的中国企业 某种意义上死得更快了 就是总加速师 在这里 在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中国控制言论 这典型的就是掩耳盗铃 掩耳盗铃这个词 从小就知道成语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这么用的 这种情况叫掩耳盗铃 就是说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股灾 就是说有人说是什么 来自香港的 什么江派的反扑等等 各种 但是至少就是突然之间 这股票跌个不停 然后周围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被套牢了 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健身房一跑步 然后那股票跌下以后 看见所有健身房都算资产阶级 所有人都不跑步都在看牌 两眼都发呆 那种状况 还是有人自杀 对 那状况是很壮观的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他们所有的股评专家 有很多经济评论家 都不可以讲股市要跌的 对 就任何负面的发言 就马上被 就是以后就不能上来了 所以说只能用积极慎重 或者不积极 需要 跟你这次杀雕连 那个蛋炒换 对 所以这种严重恐怖 但是说他即使只能说好 不能说坏 但是所有评论家都是说 受到非常大的谴责 一个是受到 可能失去自己专业上的这种 就是名声 但是一个可能失去职业 在这种犹豫之间 但是说他即使这样的话 从那以后 中国股票基本上没有涨上来 不许所有人上 上衰的话 他到时候该不涨 还是同样不涨 那么我觉得中国的经济 其实是特别是 胡锦涛政权以后 都是靠不动产来撑起来的 那么我在北京 包括这几年 中国的所谓大企业 这个中国的所谓的 就是什么福布斯排行榜 什么胡润排行榜 上面全是不动产 全是帮地产公司 但是这一次消失了 这一次好像前十名 只有一个好像 对 然后就是农夫山泉 是第一名 但农夫山泉 我对这个企业不是很了解 但是至少我认为 这个矿泉水 这不是一个高科技 这如果没有特权照着你的话 这谁都会做 让我给我投资 给我水源的话 我估计我也能成功 这也一定是正常勾结 才能产业 然后后边就是什么字节跳动 包括什么阿里巴巴 马云 零德时代 对 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的 他就横着的 一定要自由的思想 你有一个自由的环境 我才可以发展 如果说政府这么打压的话 这些企业 应该是我觉得 房地产不行 已经不行 而且房地产 现在每一个都是负债给给 很难再缓上来了 那么现在支撑着中国这个十大富豪等等 这些人 我看他们也会 很快就会下来 就这种 现在这一批的打压 或者是你是这个政权 跟结合的这个权钱交易 非常紧密的 这种人的话 只要政权一交替 这种人都会被淘汰 我们看到从90年代以后 中国的所谓的 富卧100强什么的 就是说江泽民换胡锦涛 这些人都没有了 或者是什么关到监狱里面去 或者是就是说破产 或者什么自杀 或者都是 下场都很惨的 这中国的富豪 能够持续二三十年的富豪 像台湾的什么张忠谋 什么王永庆 这些日本的松下兴之珠 在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基本上都是十几年 瘫花一现 然后自己的后台老板消失了 这些人就消失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中国这个 怎么说呢 习近平要打压下去 这群人 是我觉得是江泽民 胡锦涛时代起来的人 那么我想也一定有很多 跟胡锦涛 习近平的人 可能会被推出来 可能成为一代新的富豪 或者领袖中国经济 但是说他这种打压是整个是一个反商的一种行为 习近平他带出来的这些 这些靠近习近平权益周围的这些商人 能不能成功的话 能持续多久 我认为也是很难 很难持续很久的 所以中国的 我觉得已经进入一个下降的快速循环的一个渠道 过去我在北京的时候 有的时候经常过那个 一个建筑物前面 一直每次都是人山人海 根本看不知道建筑物什么东西 我刚到北京的时候 后来问他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他说美国总领事馆 申请去签证的 每次都以为集市在闹市 然后后来我又一次去沈阳 去沈阳 沈阳有各国的领事馆 然后每个领事馆前面 都是武警 然后门锁着 然后前面有铁丝网 那铁墙是不让爬墙的 然后走走走 看这个西班牙总领事馆 我说这是怕偷渡进去 进去又要求政治避难 所以守得问 然后西班牙 然后旁边土耳其 我说这国家大家也想 也想冒着声音方向 然后再走几步 一个总领事馆 大门敞开 没有任何铁丝网 朝鲜民主 这个很清楚 你可以随便进去 所以中国人很清楚 很明白的 这个国家你要进去的 还不如留在这里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很明白 而且中国现在正在 这个朝鲜化嘛 北韩化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蚂蚁金服的话 其实我也认识很多台湾人 就是说也是事先 就是也投资了嘛 后来就没有了嘛 但是我觉得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说 他们只看那个报表啊 觉得中国还很有希望 而且认为这个蚂蚁金服啊 就是不知道出个什么问题 一定会解决的 不知道有什么对中国存在很大的幻想 又很大不知名的信心啊 为什么有啊 因为我想他们如果是可能 纯粹做金融的人来说 光看报表的话 中国的报表是最漂亮的嘛 你投资多少钱 然后多长时间以后 可能给你的回馈是最高的 但是说看不到旁边的风险 这个中国的风险 要比别的国家 大的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说这个都 都完全是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人质社会 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 一拍脑门 就可以决定很多很多人的命运啊 就是我看中国的企业 刚才讲的一个是 这个 就是我看就是 全世界的企业 其实日本泡沫经济的话 时候全世界的 比如十大企业 五十大企业的话 日本很多公司都是榜上有名嘛 像什么索尼啊 什么NEC这些 但是现在日本企业都不行了嘛 现在都是美国刚才讲的那些巨头嘛 就是说什么谷歌啊 什么这个连说 中国的企业上海 中国企业是最奇怪的一个报表 就中国或者是中石油啊 那种巨无霸 大的国企 巨无霸的国企 对或者是就是阿里巴巴 这种新型的这种 就是两种 其实这两种都是靠政商结合 来这个形成的 而且都是你要中石油这些人 就周永康事件 一下倒了那么多嘛 现在是马云天天的逼捐 被捐那么多钱 然后自己去 就我觉得又被罚款嘛 然后又被逼捐嘛 然后自己多少年被软禁 在中国软禁很长时间 现在跑到西班牙去 也完全不敢见记者 也不敢说一句话 到底是在那里表演 所以我觉得这种人都是很可怜 所以说我觉得 在中国的企业的风险 其实都是政治风险 后面他看不到的政治风险 你千万不要光看 他那个报表 他那个经济成长率 他那个回报率 来判断你投资 我觉得这个政治风险 是报表上反映不出来的 但是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本集合装也就说了 有点免费 甚至是什么 有点免费 感谢观看